在扎针过程中帮助引导您的孩子 在扎针过程中 有很多办法可以用来帮助引导您的孩子 扎针是指从静脉中抽出血液 称为抽血 注射疫苗或开始静脉输液 静脉输液是指将一根小管插入静脉 这样医护人员就能够注入特殊的液体或药物 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可以帮助您的孩子感到安全 减少害怕 一旦孩子的害怕减少了扎针的过程 对所有相关人员也都容易得多了 每个孩子都不同 因此回顾一下哪些方法对您的孩子是有效的 哪些是无效的 制定一个扎针计划 对您的孩子是有帮助的 扎针计划是一种策略 帮助您的孩子减轻焦虑 并在面对扎针时增强自行 本视频将帮助您和您的孩子为扎针做好准备 鼓励您的孩子在扎针前一天多喝水 这有助于让静脉更容易被看到 也会让扎针更轻松一些 医护人员可能会用湿毛巾或热腹带来加热扎针的部位 这有助于让静脉变大或更容易被看到 您可以与孩子的医生讨论 提前在皮肤上涂抹一种特殊的麻醉霜 这种麻醉霜有助于减轻扎针时的疼痛感 在手术当天 您可以带上孩子所喜欢的熟悉的玩具 毛绒玩具或毯子 这样他们在扎针的过程中会感到一些安慰 如果您愿意在扎针那一天 工作人员可以向孩子解释 扎针过程中将会发生什么 以及每个步骤 这样可以帮助一些孩子更自如一些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体将会发生什么 有时孩子还可以安全地玩摸一些医疗玩具 帮助他们对扎针过程更加熟悉 请询问工作人员是否有些医疗小玩具 在扎针过程中保持房间的安静与平静是非常重要 最好只有一个人在说话 以免还是感到不知所措 请提前决定有哪一位护理人员或工作人员 在扎针过程中担任安抚角色 如果您的孩子是婴儿 可以用毯子包裹他们 包在您的漆上 请尝试在扎针时喂宝宝 母乳或奶瓶喂养 如果您的孩子有安抚奶嘴 您可以请护士在奶嘴上放一些糖水 对于年纪稍大的孩子 请问他们是否想与其他人坐在一起 或者是否想单独坐着 有时一条沉重的毯子 对好动或焦虑的孩子会有一定的帮助 让他们的身体感到平静和安稳 在扎针过程中 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是帮助孩子放松心情的好办法 让孩子自己来决定 他们在扎针时想做什么 他们可以看视频 阅读或听音乐 引导孩子进行深呼吸练习 告诉他们文花香吹蜡烛 通过想象来引导他们 例如您可以说 假装你正在与你的小朋友一起在公园玩 然后问他们 你们在那里玩什么呢 对于婴儿和幼儿旋转的灯光 或会发声音的玩具 都是可以用来分散注意力的工具 当您制定扎针计划时 请与孩子讨论 问问他们的意见 在扎针过程中 做什么会对他们更有帮助 给他们一些选择 例如问他们 是否想看扎针的过程 或者是否希望您在扎针前数到三 问他们想带什么玩具 或者想看什么视频 这可以让他们感觉 自己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定的控制权 有时想到扎针 孩子会感到很有压力 请和工作人员讨论 本视频中分享的建议 提前准备并制定扎针计划 会使您的孩子 有一个更积极和轻松一些的经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